歸山島的第一副 牽過來臺灣 隔壁湖山的隊員 為了生技和軍事需求 歸山島居民遷居臺灣 島上文化歷史逐漸消失 湖河跨海守護 這幾年除了社區導覽的長輩 然後再來也有社區的青年 校定課程的部分 其實很大一個部分 是以歸山島做我們課程的一個主軸 消失60年的黑嘴端鳳頭燕鷗 2000年在馬祖發現蹤跡 神話之鳥20年富裕有成 但海飄飛激物 卻讓它們不再停留 那這些海飄垃圾 其實對這些海上 蜜蜜的海鳥來講 其實都是一種危害 所以我們現在能做 就是做下海自盡的一個工作 就是開始靜談這樣 鴻屋人心中都有石戶 在地年輕人回鄉守護 我才在食物底下看我阿公的名字 我就開始可以跟阿公阿媽對話 郊遊客從烤沙煎魚到海鮮料理認識 綠島永續漁法煎乾釣 我們會去推煎魚 因為這些魚種 事實上它是回遊性的魚類 它可以造成一個 永續循環的那種感覺 美麗的離島是上天給的禮物 上一代的生活故事是我們的根 要怎麼保留世代傳承 島嶼守護者用行動找答案 鎖定本週六晚間 靜新聞調查報告 我剛才看見 你剛才